第十名的提问精彩了 郭敬明的电影《小时代》 如今热闹的同时争议也不小 可谁还记得 黄晓明早在《小时代》前好几年 就买下了郭敬明的《幻城》版权 说要拍成电影 可后来却再没后闻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要不是我们的编导提醒 黄晓明自己恐怕都忘了这件事了吧 好吧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时间很早 你小平做主 回答一下吧 回答一下吧 我恭喜一下小四吧 好吧 首先恭喜一下 我觉得他很成功 这次他自己做的这个小时代 《幻城》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 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多 那个年轻人的心目中 一个曾经的梦想 对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 当时曾经希望可以跟小四体做起来 那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再上一件事情 谢谢